你好 歡迎你收聽大觀演繹 我是David 今天在開後面的短打之前先跟大家宣傳一點點 剛剛在住家我和Joe錄了一集 說起中美這一輪的情況 我覺得大家有時間聽一下 因為這次美國 由奧斯汀看不到李尚福 到Blinken和耶倫都來看見人 分別看見習主席和李強 然後又可以 黑李不單看見他的對口單位 還可以看見外長 外事口頭 即是王毅 所以雙方有些暗戰 雙方有些啟示 雙方大家去住家看看 另外一邊今天 收到俄羅斯相關的消息 不妨玩一下短打 今天真的短打 不會太長 除了氣弱一下 開心一下之外 也不妨看看 現在俄羅斯到底有多糟糕 今天俄羅斯有什麼搞笑新聞呢 其實 首先大家都知道 普京本人已經被國際通緝 只要他跟國際法庭有引渡地方 他就隨時應該要被拘捕 簽約的國家要被拘捕 另外一方面大家也知道 接下來應該是他們金磚五國的會議 在南非開的 本來普京拼命說他要本人到 南非總統本來最初就說可以的 但後來 肯定是美歐那些有壓力 一壓力下去南非說不行 我也是要跟國際法庭的要求 你老過來我要拘捕你 於是 一直都陷入了一個頭痛的位置 非常頭痛 到底是否拘捕呢 來了拘捕又死不拘捕又死 我們現在可以演繹一下 那個情況 其實整件事非常搞笑 話說南非總統 我們現在假設 假設那個情境 然後捉住他的顧問 他的幕僚 在那裡談 喂 大哥 現在 現在這個 普京 死都說要來 如果他親身來的話 那怎麼辦 我們拘捕還是不拘捕呢 然後幕僚說 老闆 你記不記得 早幾天 我們 我們之前收到一個召喚 秘密的召喚 什麼秘密召喚 俄羅斯 他們的總統辦公室那邊 跟我們說 如果他來 我們夠膽去拘捕的話 就說我們等同我們南非 向俄羅斯宣戰 哎呀就是了 總統說 麻煩 大哥如果這樣的話 我招呼他又死 我招呼他 美國歐洲一會一起制裁我們 那我們怎麼辦 我們已經夠一窮二白了 被他制裁多兩項 我們玩完了 但是你說 他拉進普京 他說等同跟他宣戰 人家有核武國家 我們 我們什麼都沒有的國家 一這樣搞下去就糟糕 那怎麼辦啊 我現在就是在煩這件事 他們在恐嚇我 那邊又在恐嚇我 我們兩頭五刀 我們受了這些甲板氣 怎麼辦啊 幕僚會說 不是啊老闆 有辦法 什麼辦法啊 來 我們就把這一段 本來是秘密的 confidential的紀錄 透透地洩漏給我們的反對派 國會裡面的反對派 給他們 總統說不行的 這樣 給了他們的話 我們還整個世界 不就讓他們不斷宣傳 老闆 宣傳就好 你不方便爆發而已 你怕你爆發出來 又得罪了 又得罪普京 怕得罪 得罪俄羅斯 一會兒不給糧食我們 但現在不是啊 反對派拿到的 關我們什麼事啊 反對派一養了出去 當然要乘機養了 說我們無能 那我們就真是無能了 那就讓別人看到了嘛 讓美國歐洲看到 我們受了什麼甲板氣 要他們知道的話 喂 普京真的要來 我們去接待 沒辦法啊 我們得罪不起俄國 如果不是 美國歐洲肯支持我們的話 到時候又可能反敵 俄羅斯自己縮呢 普京 那就正了 老闆 咦 那是呀 行 於是乎 正了 這條橋很用 真的洩漏了出去 所以呢 各大傳媒就在這裏報導 就說 南非總統 反對派果然幫你大使宣傳 所以早幾天 早一兩天 我們 大家就知道的消息了 就是呢 這個 普京呢 總統辦公室公然恐嚇這個南非總統 就說你夠膽來拘捕呢 我就告訴你 你就等於跟我們俄羅斯開戰 你打不打 你是不是跟我打仗呢 但是你說不是呀 你可能會說奇怪呀 南非總統 真的這麼大膽 他不怕 這個 俄羅斯 會洗橫手去辱他嗎 這裡又是一件事大家想想 給你是幕僚你會怎麼說呢 給我是幕僚呢 老闆不用怕 俄羅斯現在 深陷烏克蘭 你覺得他 有本事派到軍隊來搞我們嗎 至於瓦克蘭 Group 你覺得瓦克蘭 Group 還聽他的名字嗎 別玩啦 他叫不動的 對 情況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再想像一下另一個情景 既然玩到瓦克蘭 Group的話 話說 普京 在這裡收到消息 說什麼 這群混蛋 想放了 等西方來支持他 你媽的臭蟹 好 叫瓦克蘭 Group來 了結了南非這群傻子 好像一打電話 先找廚房人 喂 有任務給你 喂 去幫我搞定南非這群傻子 反正中非那邊 我們已經派了 我們已經派了有人過去 南非那邊 去搞搞他 廚房人說 喂不是啊老闆 你免得了我兵權 什麼瓦克蘭 Group現在你都說不合法機構 在俄羅斯我們都沒有辦事處 我們都不合法 而且我亦都無權指揮 當日你想想 在三十多人面前開會 我免得到這個地步 沒有一群傻子不聽我的話 老闆 普京你自己去叫吧 你都反正知道我們行動組 老闆是誰 你自己叫行動做老闆 你不要找我 我都幫不了你 普京想說 咦對呀 為什麼我這麼傻子 跑來找廚房人 當然是叫 直接叫行動組 一位找 喂 什麼 誰誰 喂 快點派對人去南非 教訓一下總統 讓他聰明一點 我現在要去 準備要去禁止 去金豬五角會議 我要親自去 去給你們全世界看 看看我有威勢 行動組 老闆一聽 心想 屌那星 你充公了廚房的那幾億勞報 喂 你都不拿來找 雖然勞報沒什麼用 但起碼叫找了數 讓我的兄弟的氣 都順一點 你現在連那幾億勞報都不知去了哪裡 你現在叫我去做事 我心想我屌你 我理你也有味 那他怎麼回覆呢 老闆 這樣的 你平日因為你不是親自操作 我們的公司 有些事情你不是很清楚 就算是廚房老本人 如果在這些事 你就不是叫我們 你叫我 我只會幫你叫 但是詳細的行動 直接給你老闆的指示 你自己給指示 下去 給非洲行動組那邊的客戶才行 你給我 我沒用的 我只會幫你出個命令 然後幫你派一些 派一些物資過去給他們 但是他們行不行動呢 由他們說事 生意怎麼接頭都是由他們說事的 我們公司現在很跟潮流的 全部都是由這些客戶直接接生意的 你跟他談吧老闆 總之我幫你轉駁給他 我幫你 我幫你打通了 他會聽你的電話 普京想說這也是 近何況他第一想起 這個裝潮這個結構都是我下的 這個命令 要不這樣我才會直接指揮親自補處 免得中間人在這裏 阿滋 阿莊 摩龍哥 直接打到非洲行動組那個 打他 給誰誰 打下去 響了一大輪 才有人接電話 那 一聽說 其實位那邊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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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電話 說你老媽 普京 我整班兄弟 欠了那麼多薪 都還沒找到 之前找到還要找勞部 現在還沒找過 你找勞部有用嗎 我心想 有任務給我 不批你 你也不批是真老闆 聽著先 不免得跟他煩 他說老闆 怎樣 有什麼生意益我 第一句先講生意 普京說 有行動要給你做 和我去南非教訓那條總統和他身邊那群人 那麼不聽話 然後一聽 他一心一想 什麼 去南非 大哥 我現在中非這裏 中非那邊 不知道是發覺還是什麼 繞過圈出錢給我 現在幫我去看牆 他說那裏也是收勾羅 你現在叫我去南非 派對人去南非那裏搞 理你了你老美 你出得什麼錢 又不是你的寡頭出錢 你說寡頭出錢 那些寡頭公司在海外的 還有一些外幣可以找給我 我都能出錢 你叫我去我就可以 心想 但是怎樣 有辦法 這招就好用 聽得大觀音也多實用 怎樣 喂 喂 老闆 喂 是 什麼 喂 我收得不清楚 你說多一次 什麼 你說叫我去 搞這個東非 不是 南非 南非 哦 什麼 你說 你說找數找美金 哎呀 不是呀 喂喂喂 聽不到聽不到 收得不好收得不好 一下子就先掩蓋了他 廢話有時候聽 然後又不管他 隔一兩天 無端端的Telegram Group 有人 有個 你的小子就去找你 喂 老闆 Telegram Group 有個什麼 說是 普京的代表 在那裏 我們那天 做什麼 收得不好 蓋了線 為什麼不回覆他 你說現在叫你快點回覆 他一看 你是按鈕的 喂 你不知道什麼 網絡騙案 你沒聽過 你怎麼知道那個人是總統 你不是不知道總統 總統不用Telegram Group的嘛 總統從來都不用網上東西的嘛 總統 連手機都不用的嘛 他有他的專線電話的嘛 那你都想 喂 不是呀 這個Telegram Group好像阿堅 堅你老母呢堅 你懂嗎你 你呀 再是這樣 知道阿朵的話 怎麼會被解僱了你 你都不會分網絡騙案 你都不會 看警訊的你呀 猛丙 別人這麼多話說 刪除了群組 什麼都收不到 喂 中非那邊呀 有 我們總之剛剛收到一群歐羅 叫我們去那裡看場 快點放多些人過去呀 收歐羅的 如果不是的話 你再在那裡搞搞 我立即解僱你 踢夠你走 是呀 是呀 老闆 然後就 了那聲心想 Telegram Group 你老母啦 於是普京就發覺 你叫Ratna Group又結不動 然後呢 你跑去吵架人 沒有人理解你 那怎麼辦呢 然後你再聽一下 這裡收下風 那裡收下風 不是呀 美國佬本來已經說 入場了 死法國佬 看起來好像 塌塌地皮 但逐居然還有錢 可以扔到內非洲 於是你再左想右想 Ratna Group我又調不動 錢我又沒有了 什麽我都沒有 那不是辦法 烏克蘭又跑不掉 那如果我真的去 他真的踏著我 那我怎麼辦呢 那我不可能沒面子 然後突然還要有人叫他 普京一聽 大哥大哥 那麼多位大哥 那麼多位大哥 係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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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係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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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到俄羅斯總統辦公室的恐嚇 就說你敢拍普京就等於開戰 但於是這個消息一公佈出來之後 沒多久現在普京就不去了 不親身去了 還是上網去了 這個中間 其實當然有博弈 南非擺爛 普京就沒辦法 而且我估計 普京有後台按住 現在普京的權負多少剩下 為什麼這麼說呢? 做一件事也很好笑 我昨天在策略王那裡 我一直在說18號 剛剛才說不簽 我說怎樣 待會 18號不簽 19號就說有得談 不然怎知道原來真的19號有得談 剛剛出了消息 普京一方面就有責任存在西方 不過有得談的 如果聯合國肯包銷我俄羅斯的 你說得明白 未來這三年你肯包銷我 由上次簽約開始到跟著那三年 你聯合國包銷我俄羅斯的小物 你肯包銷我 那我就簽協議 但是你一想一想 喂 不能是嗎? 大哥 你本來是空神惡殺 18號我死都不簽 不用談 沒有東西好談 如果沒有東西好談 你是拖條件也拖久一點 對不對? 但是澤連司機也沒有說了幾天 澤連司機就不簽就不要簽 不知是16號還是15號 不簽就不簽 只是我們烏克蘭加上土耳其 有能力保障 那些小物能出口 不用怕 普京只不過在17、18號 兩天在那裏拿導彈 18號不簽證息生效 小物都升了10% 已經升了700多元 怎料你跟著19號現在說 已經說有得談 有得談 總之你肯付錢 那即是你 說到尾你真的要付錢 即是要聯合國付錢你花 你也很傷心 我真的很失望 我本來還以為你普京可以拖久一點 即是困難一點 玩久一點 玩謝你那些西方 是不是? 靠你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才說有得談 這樣才是真的可以逼人上台談 你18號在裝作 說不簽 19號 你馬上就說其實是開選擇 還立即開架 難怪非非洲人都敢操作你 夠膽叫你 即是你無聊 而且這個無聊的影響是 不是普京無聊的那麼簡單 現在這個影響的是 其實就是說 究竟俄羅斯背後是誰持續 以普京自己的情況來計算 這種 起碼怎樣也要拖一頭半個月 一兩個星期 至少才會肯跟你上台談 以至少過去普京的作風 但是現在的情況 那種弱雞道的一個地步 非洲人可以隨時欺負你 然後這個 人家都還沒在喊慘 人家非洲人還沒喊 饑荒啊慘啊 你自己就立即說有得談 而且一談的條件就不是說 要烏克蘭什麼什麼什麼 要你烏克蘭投降 或者要你這套撤兵 那樣那樣不是 只是那天你幫我包銷我的 我的小麥 那樣 之前八氣 是威是勢 結果有頭威沒有尾陣 那就是俄羅斯到底有幾虛 大家一眼看完 而更好笑的就是 扎蓮司機還玩了一招中毒 就是說俄羅斯剛剛 早兩天去佛奧德薩 搞到那裡有大概六萬噸小麥出不了 那小麥是誰買了出口給中國的 原來 這個更厲害 那就是說你俄羅斯現在 飛來飛去 誰知道飛到那個船 出不了口的 不是出不了口給非洲 原來出不了口給你的老友記 中國 那你現在就好笑了 整件事 那俄國那怎麼辦呢 大哥你現在只是害羞中國 還是你故意讓中國拿不到烏克蘭的小麥 然後你打算賣小麥給中國呢 然後還可能你賣小麥要求 還要不是收人要求收美元呢 但是如果這樣 你真的將中國置於何地呢 所以我們憑這幾件事 我們可以後續看到 第一俄羅斯現在 頗為山窮水盡 那個情況是山窮水盡 沒有能力到一個位 連非洲人也不怕你 非洲人玩擺爛來明 是玩夠你俄羅斯的 普京更加不用說俄羅斯已經山窮水盡 在俄羅斯裏面 普京更山窮水盡 不熬得很久 只要現在剩下的就是 他剛剛說拿18萬人去攻打巴哈末的後方 即是去打黎曼那些地方 這場只要輸了的話 我想普京都 都應該要就夠了 如果你俄羅斯權貴圈 自己都協調不到一個人出來取代的話 然後讓普京早點宣佈說他放棄 下屆連任 由新人去選的話 你都很無能 那你俄羅斯是大狠 被人壓著打 打到你殘了 到時候你才去談判 你什麼條件都沒有 只有沒有條件投降 另外一件事就是 中國到底會怎樣 俄羅斯這一刻 射這些小物船 到底他是知道 是中國一定不知道呢 不知道也更正常當意外 但是如果是知道的 即是說我都連非 我非洲不會得罪 歐美更加不得罪 我專得對中國 明就是在那裡憤怒 豈有此理 你整天在困我 說這裡幫我 那裡幫我 原來每次困救我 我現在不想報復你 如果是這樣 但是中國又會怎樣呢 中國就會大家根據 我之前在住家那裡說 如果是這樣 中國左度右度 沒有路走的話 俄羅斯也是不得罪的 又勸不得普京 甚至連斯里蘭卡 又投靠到印度 這樣搞下去 我真的很不得罪 不是啦 不如快點扔掉普京這個包袱 甚至連俄羅斯的包袱 可能你也要扔掉 因為俄羅斯人現在都明白你 你抱著他也沒用 你越抱著他得久的話 最終 只能讓你越走越沒空 沒有棋走的話 到時你更麻煩 你更加沒有辦法保得住自己的政權 既保不住習主席你自己的領導地位 亦都令到共產黨更加保不住自己 因為美國人會繼續夾 那又怎樣呢 這個本來 其實澤連斯基算是這樣的 打了一張牌給你大陸上的 現在就看看大陸懂不懂得 拿著這些牌 借過機會轉身 今天這句我說明是短打短短的娛樂大家 大家當是聽小話 聽一下演繹 那好吧 不斷說一下 先說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聽 歡迎大家留言 like and share 和subscribe 和subscribe 和suprfanks我 遲些再談 我看看星期五六有沒有什麼特別news 如果沒什麼特別news 我未必會出一集 大家等星期日歷史除想 就這樣吧 拜拜 拜拜